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操控一定是 现在你觉得 这里有几个人说北京 黄光亚又说 香港人怎样去看呢 我觉得首先有几可怜 香港人真的因为 譬如你有三个在台面 目前你离不开过三个 还有一个 是 你别留他 我以为你说何俊仁 何俊仁可能第六个 但我觉得很奇怪 不断存在某某民望很高 某某很受到市民支持 或者昨天范太说 其实我听到市民的意见 他说市民叫他去选 有很多人支持他 我们就莫名其妙 在哪里听到市民很支持你 但现在似乎游戏就是 似乎说到尾都是 阿爺给谁出不给谁出 第一是香港市民都很可怜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 你觉得 你说无论范徐黎泰也好 叶来淑怡也好 他说有人支持他出来选 你觉得不是事实来的 我感受不到 他们这班人的民望高在哪里 但他们有些民意调查 你知道报纸最喜欢报这些 今天有这个调查 明天有那个 这个又高那么多 那个又高他一倍 你见不见 你又留意到那些报道 我明白 但如果我们纯粹觉得 民调可以完全反映政治的全面 其实政府可能很多失误都不会反 我觉得始终 民意调查是一个反映 但在我们身边 究竟这三个人 是否大家的普遍支持度很高 其实我从来见不到 所以我觉得 这个正性反映到整个选举 有方便的地方 就是大家 他们可以各自去表述 自己受到什么人支持 但总的来说 市民的参与程度是很低 不过我认同一个说法 就是无论你哪个选都好 请你大胆说出你对各个政策问题的看法 你应该说出你对社会分配的问题 政治改革的问题 或者跟内地关系的问题 请你清清楚楚 落列出你的政綱 提出你的观点 不要鬼鬼祟祟 我觉得这是基本 所以你今天看到 其实有些团体 我觉得做得对的 例如公共专业联盟 他们一班 目前还是选业的朋友 他提出未来 下一届政府 无论哪个特首都好 你必先要处理的一些问题 提出自己的诉求 我觉得既然这个游戏本身 市民的演后很少人可以直接参与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们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 无论公民社会也好 政党也好 关心香港未来的朋友也好 不如反过来 直接地提出 你想下一届政府是怎样的 它必须处理什么问题 如果提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你刚才说到香港人很悲哀 你提出来 你猜到几个想去参选的人 会否回应呢 其实你一看到他们都是很选择性的 没有人去参与六四的 没有人去参与普选的 没有人去参与二十三条的 这个香港人的 关心香港朋友的特性 我们什么时候都是死马当活玩意 当了不要绝望 你不参与别人 还反而说你没有意见 他可以做什么都可以 还有那个究竟听多少 似乎最后的选举形势 究竟是几头马车各族 还是决定家里一个就够了 一个就选一个 你纯粹投一个认售票 因为你看上次的选举里面 我们多一个竞争的局面 即是梁家杰和曾蔭权的时候 你见到当梁家杰提出这些意见 有市民的认同的时候 你见到曾蔭权有时都 不辞国地可能答应了某些事情 或者他最后都要将它 加回到自己的政綱里面 那时候我想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们提了我们怎么看 行不行 可能取决了很多因素 但我认为何时都是 兄姐我们几十年争取都是 有多少做到多少 真的 不过香港人 从来都不是搞革命 所以可能说 大好悲哀也好 什么都好 去到又是没有了 亦都要接受 而且我也觉得 就算中央政府有政治考虑也好 他当然不想见到 他心目中的反对派 得到什么影响力或甜头也好 我想他意识到 香港有些问题 所谓深层次问题 是一定要解决的 例如可能是住屋问题 可能是分配问题 这些民生性的问题里面 可能他 我觉得可能在空间回旋是有的 只要香港的市民提出一些看法 而可能凝聚了 一个比较主流的意见的时候 可能他都会考虑不定 当然政治的问题 例如政改的 他就一套很清楚的立场 就是可以不让 不要让 可以不要让 不要让 但是我想其他问题 可能还有一个回旋 就是我乐观地想 可能还有一个回旋的预地 但是现在很多问题 可能都是从管治那里衍生出来 但是管治的问题 就是和政制如何发展 是很相关的 如果中央永远都不让香港 有执政党 不让市民选出来的代表去执政的时候 他那个管治问题 是不是都是很难解决 如果管治问题解决不了 就令到他很难去理讯 或者处理很多 温家宝说的所谓深层次的矛盾 是不是有这样的关系呢 我想我们一直要争取 政制民主法 其实理由很简单 我们觉得很多问题 就是当你权力 不能得到合理的制衡 市民觉得权力不受他尊重 或者特首本身没有认受性的时候 其实很多事情他都不能做 我们看到现在政府正正是这样 很多时候他根本是胆怯 觉得自己的权力来源受到作用质疑 面对一个议会 其实比他的支持度更加高的时候 其实你见到他稍为 遇到少少的声音反对 不要理又没有道理 他都会认识 你见到其实现在有些问题 道理在他那边 譬如你说的僭建问题 我想全香港市民都觉得 新界的僭建问题很严重 法律写得很清楚 你说舆论其实都支持 应该政府强硬去做一些事情 但这个政府都是退的 其他问题更加不用说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问题 但我觉得除了制度之外 制度当然我们一直坚持 就是尽快一次过立法解决问题 尽快解决双普选的问题 但我觉得也有一些问题 是政治管治能力上的 而这个现在现界政府是难辞其咎 譬如说我一直强调 以往我们除了制度不民主之外 市民可能都会对整个公共行政 是有它的一定的支持和信任的 譬如说我们以往觉得 我们的官员也好 公务员也好 的诚信是不会怀疑的 大致上我们都是连结社会来的 我们很骄傲就是我们有个廉政公署 我们的贪污问题相对低 比其他地方 但你见到过去这两年 我们慢慢开始这方面开始动摇 你见到其实很多退休公务员 退休高官转眼投身去商大 尤其是地产商 即是有很大的瓜田里下的嫌疑 但这个政府似乎不明白市民的忧虑 你见到譬如梁子民事件 很明显如果你批他的话 大家都会哗然 但结果他真的批了他 结果是很大的动漏 以往我们相信这个政府 都是守回他们一些既定的程序 他都尊重自己定的规则 有规有矩的 但你见到前件问题 令你开始有点心寒 因为其实法律是很清楚的 他都所谓做一些所谓的 无期限的暂緩执法 那其实就是什么呢 或者林瑞伦这个很清楚 你咨询程度你自己破坏 最后就是我们都相信以往 相信OK 起码这帮人都是做得事的 起码都有能力的 但你过去这九个月 你见到其实很惨 一个一个我们以往认为 是有能力的官员 大家对他的能力都开始怀疑 以前说孙明洋太极高手 林郑也很打得的 王寅龙也很能干的 中央建宗都是关怀这个弱势社群 但你开始见到 其实群众对这些都崩溃的时候 你见到整体这个管治的问题 就是不单止是政制民不民主 而是以往他赖以生存的基础 其实他自己不断受害感的时候 那变成了我们的制度 其实已经去到一个 需要大动手术的地步 有些人就说中央 他知不知这个问题也好 他是不会肯放的 他是想可以直接操控特区政府 所以如果这个行政长官 是小圆子选出来 甚至去投票那班小圆子的人 其实都没有什么自我选择的 因为中央阴点了谁 他就要投给他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制度 他不会去放的 除非有什么会逼到他去想 就是火凤凰 即是真是很不得了 他当然要收拾残局 他才去想 但他想他也未必是放给你 但如果你没有那些残局 要他收拾或者什么 他更加捉到实 捉到实就令到问题很差 你觉得是否这样 还是你觉得中央都会有些位置 他肯放松一点 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 我自己一直都糾纏在这个问题上 即是反复复想 譬如这个就是以往 即是上一年政改 争论其中一个考虑 有些人会觉得 我们唯一争取民主 就是所谓谷爆 谷爆这个政府去 我们令到这个政府 其实样样都解决不了的时候 民怨去沸腾的时候 就是大家站出来 五十万人上街 我们就中央就笑回应 当然这个第一个就是 究竟 分歧就是究竟市民 是否会去到这个程度 零三是否很多因素 加上一起出现 可否再出现 这个一点 第二个也是 都是考虑就是 就算真是最后五十万人出来的时候 你要令到这些市民 这么大规模 这么愤怒 走上街的时候 其实不要忘记 之前那两三年的过程 是相当之痛苦的 因为这一定是 有相当多政策的失误 各种的问题衍生出来 它才会谷爆 以香港人这么保守的性格 问题就是 我们应不应该刻意去令到这个过程出现 因为其实社会付出了代价 最后受害的是市民 结果我自己都是很难去 过了自己一关 其实我们都应该加快这个谷爆的过程 令到出现这个民怨沸腾的共恋 其实你提出 你说可能有些人是相信这个做法 当然社会什么人都有 但如果你看立法会里面 六十个议员当中有多少个是呢 你就看不到 因为其实呢 你和我都知道 你们都出过报告 立法会大部分政府建议的东西都支持 就是有时候 现在传媒大家都明白 因为你同意了这个东西有什么新闻 是吗 你是要炒炒骂骂才是新闻 但是他不支持的法例 或者拨款 或者什么是很少数的 所以如果真是相信谷爆轮的人 如果真是很有逻辑 很贯彻地 他们应该每一样东西都反对他 令到他动不了 市民很生气 但是事实不是 因为很多福利 很多教育 很多医疗的东西 是完全支持的 甚至有些情况 好像有时是民主派支持 保安党不支持 我们都支持政府 亦都过到 所以你就不是去谷爆的 如果你是想 即是你做不做到另一回事 最少你说 我每一样东西都弄到你不行 弄到你整个政府癱瘓也好 市民也好生气 但是你看不到议会是这样做 你说有一两件事是要捉住那样来 好 但是如果你说想令到他很差 大家很生气 一起出来 那不是 是容易的 其实我们新日流网络 这几年都有追踪 去看投票的方向各样 你见到第一 起码去到去年为止 今年的数字未出来了 你见到其实只要政府敢 拿上立法会提的法案 差不多超过98%是过得到的 而第二所谓的反对派 你们就对民主党来说 我想超过九成的时候 政府摆上来是过的 这些反对派 其实我想世界上都很难找 不只是民主党 其他民主派都是 总体来的都是很高的 所以如果是相信谷爆论 他就不在立法会了 大部份都支持 所以就 不过问题就是 中央如果他肯定是 不肯看到问题 或是不去处理 其实你说 谁选了做行政长官呢 即是那四年 那五年都没有人走 你们也有跟内地 我们也没有沟通 你们也有跟内地有人聊 你怎样掌握他们 即是觉得 你死了又要多捱五年 我想他们有时 对香港问题的关心 我感觉他们有些阶段性 他们有时会觉得 政改问题都解决了 起码暂时我们不需要 一日去讨论香港问题 或者他们觉得 先处理其他问题 起码政制问题 我们先摆一边 他们真的觉得 上年的政改方案 应该为特区政府 都争取到一些时间去揣摔一下 去处理其他问题 这件事可能是 遲几年才去谈 可能我们讲一六的时候 一六我们要再改 可能一四才跟你讲 这个我的感觉似乎是这样 他们觉得应该 不要讲住香港 不要常常讲政治问题 但这个政府自己不争气 我们都可能有少 例如我自己本人 我最初都会认为 如果上年的政改方案过了的时候 政府可能都有一点空洞 或认真处理一些民生问题 政策问题 去帮香港解决一些 积聚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谁知道这个政府自己 是不争气的 你看到九个月 很多事情是自己搞出来 很多是自己考虑不周 累积出来的问题 我想他们似乎一厢情愿 会觉得 其实在他们眼中 上年政改有些让步让出来 希望带来一些改善的空间 但似乎 那个力度可能不是完全符合香港人的预期 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小步 向前卖 卖进一指系 但亦都加上 这个政府自己本身实在太多失误 变了其实是一个 可能可以改善管转质素的小小机会 其实他自己都糟蹋了 这是最惨的地方 另外一样 就是说回行政长官的选举 就是 我很希望香港的政制发展 就是透过政党政治 多党制 互相竞争 互相制衡 然后去选 那谁拿到最多的议席在议会 那你就希望可以组成执政党 或者执政联盟 现在行政长官 其实基本法就没有说不准行政长官属于政党 但是特区政府就无端端要本地立法那里 就要整一句下去就说不属于 所以现在的写法就是 因为你是政党的人都可以参选 但是如果你选到 你就要退党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错 因为如果行政长官和议会 没有一个很紧密的联系 也很难令到他的施政很暢順 那你现在走出来的那几个疑似候选人 除了叶柳因为他新民党 但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议会 就是有政党 你说民主派那些都没有机会去赢的 可以谈谈去不去玩 但是真的跟北京是有很紧密关系的那些政党 都不敢去选 或者不去选 那你说这个又是什么现象呢 这个我想真是 就是现在有个说法 就是其实北京就算民建联 他都可能不希望见到他在香港执政 那么强大 因为民建联在香港最大的意思就是 他受到民意的支持 所以民建联可能都出现个问题 即使是民建联 即使是自己人 可能都有些少少 某种程度的相从效忠的问题出现 因为始终你是选举产生的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你下下从一个防的角度去想的时候 其实你从基本法设计也好 政制设计也好 你见到是带来更多的问题 即是为何这个政府 其实建立不到一个有效的 所谓的执政联盟也好 即是团队也好 就是因为我们比例代表制之下 议会一定是四分五裂的了 你抹得谁进去呢 其实他都不是一个压倒性的票数 为何我们特首的选举 特首不可以有政党背景呢 其实都是可能主要防你们 你们有机会 或者泛民最有机会 可能争取到更较大的支持 于是要关在这门 但法国关在这门的时候 特首其实要建立他的网络 那个联盟其实很困难 再加上有些 比如工商界的政党自己也不争气 其实你见到 始终形成不到一个强而有力的 代表工商界的政党 自由党自己弱过一届的时候 政府要争取所谓的治港联盟 其实也很困难 所以现在这样发展下去 我觉得真是很大件事 政党又不准他扮演政党应该扮演的角色 那你无端端你选了哪个上去都好 下阴点他上去做 他跟议会关系也很疏离 他也没有班底 这样呢 现在公务员我不知道 可能是叶犹淑仪 就说可以拿到多些公务员 都未必现任那些都不知道 你其他几个就更加未必是会 除了唐英年 因为他做了这么多年 但是个个都说他做得很差 那真是很大件事 现在制度上令到行政机构的权威这么低的时候 你找人进去都很困难 因为你见到现在 比如苏锦良的例子很明显 可能他的因素是因为任期短的问题 但是你见到新进去 比如这班人的表现 争取不到市民的认同 比如副局长基本上 差不多我相信全军覆会这样 就是能够在这两年进去政府之后 建立到威信 其实说不出有多少个 那些人会觉得 无所谓的 进到政府里面 可能短期来说我做局长 几位几位 但是有心去做事的朋友 不是纯粹为个人的 我真是想做事的朋友 你以这个制度之下 其实你无论怎样都发挥不到 那你可能就加入了另一些人 未必是最擅长的人 但是可能是纯粹从个人的 这个整个政府就很难去 所以就是 你横想怎么想 都很难搞 真的很难 大家觉得大家乐观些 放开怀抱去看看 明年三月选了新行政长官 香港的发展会好些 真的很难有这个结论 有时有新的选举换来短暂的明月期 如果你想回曾蔭权上台 其实去到07、08他都OK的 民望勉勉强强 不会像现在这样的局势 但有时可能你 有时真的担于日落 他顺风顺水的时候 就开始那些脱漏出来 想回其实 副局长的风波搞到 整个政府的民望 开始迅速下滑 当他越下滑的时候 有点恶性循环 就是当你的政府 被人感觉不太碰的时候 那些人站出来挑战你 或者不听你说的代价 其实越来越小 就进一步再挑战你 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 譬如说 就算我们也好 所谓其他意见领袖 政治人物也好 现在人们访问你 你帮政府说两句话 你都要少少勇气 为什么呢 大家都 记者来问你 第一他问你 是不是有管治危机 这个政府是否很不行 或者你这样出来 帮政府说两句 其实有时都会有点压力 会被人骂你 而现在去到这样的地步 他为什么会骂你呢 就是说 你这么坏啊 这么都帮这个政府 去到可能 媒介朋友觉得 没理由 这个政府为什么要欠得下 为什么要帮他说两句话 有时都很惨 想说一个比较持平的 都很困难 无论什么原因 你觉得有些人 不是太过理性 因为他普遍来说 他觉得他很坏 所以如果你出来 说一些公道话 其实他这些都是什么的 哇 你怎么搞错啊 现在好像 变成要解释 为什么你觉得 这个政府不是坏 我觉得如果你是这样的时候 这个政府就真的很惨 但现在似乎我的感觉 真的是这样 我记得很多年前 周浩成有一次跟我说过 他说 那些人问 那些人去哪里做事 问一些学生 刚刚大学不业 有些人说 我去民主党做 有些人说 我去民建团做 什么话 你为什么要去民建团做 有些事情你要去解释 现在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位置 例如最近 例如关于港珠浩大桥的资格覆核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 环支会成员 我也是环平小组的委员会成员 环平报告 其实你不过法定规的要求 就什么都会批准的 譬如说 噪音的分布可能是100 只要你的报复放进来 不是那100 其实一定会批准的 我都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去解释一下情况 就是说也不是的 那个可能是最后看的 我们都会看回中间 提出工程的建议人 究竟做了什么 去尽量减低各方面的环境破坏 其实只是循属事实 但都被人在各方面骂 你为何帮政府说话 会这样 有时就很困难 但根据究底 是因为你的政府 在别人心目中衰到这样 真的很不堪 你说到不堪 就一定要说 这个逮捕机制 这是代名词 骂他代名词 真是的 这个梁美芬最近 在网上就变成熊人 因为初初立法会有些议员 民主派有些叫他收回 寄讯 他不肯 但那些保安党就贊成 没有收 一定要做 尤其是梁美芬又说要出私人草案 第一个撲出来 对 到收回的时候 他又走出去说自己叫他收回 大家觉得 你没有搞错 你前言不对后语 但那个草案 现在去到最新发展 你自己觉得是否可以接受 他现在用基础去咨询 咨询几个礼拜 你觉得是否可以接受 我觉得这是最低要求 最低的回应 最咨询 最后提出 起码他不会一错再错 我觉得 如果他硬来 不知他怎样计划 舊票搏一搏的时候 这个你真是引火自焚 在现在的政治气候里面 当然不是他这样 给两位咨询解决了问题 因为对逮捕机制 他现在叫逮捕机制 提出来的 依然有很多问题 是值得认真去讨论 当然第一就是应不应该 堵塞这个所谓的流动 虽然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 我都觉得 这个所谓的公投做法是有问题的 原因是因为 你不是真的给市民一个选择 支持还是反对 因为如果没有对方出来的时候 你只可以投票支持 某一方面的意见 我觉得极其量 这是一个政治动员的过程 但是这个不表示 你应该堵塞了这个 就是要取消了市民去保选 议员的权利 当然这个政府更笨的办法 就是用一个千瘡百空的办法去做 所以这是第一个讨论 但是即使现在他做了一步 就是押后然后去咨询 第二就是已经不是一个 替补机制 以前没有的 去另一条队 去自己的队 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流动出现 例如很简单 我一条队有五个人 如果我去到做了一半的时候 我给第二第三的人过来做半年 提供他知名度 下届选举的时候 可能他胜算又高些的时候 如果有人真的这样做的时候 你又怎样算呢 是否又再改这个选举制度呢 这些可能都会有各种的流动 值得深入讨论 所以我想最基本就是 现在他做了最基本一步 回应了其中一个诉求 你不可以问都不问 同意不同意 这不是我们一贯做的办法 第二就是你真的要给机会认真 去讨论中间的流币 究竟是否真的 就算即时值得做 会否带来更多问题得不常失 结果其实都是应该想其他办法 其实他们这次 真是令人很想起 这个03年的《基本法23条》 因为当时七一 就有七八十万人游行 但是当时政府都说继续去 是直到田北俊和自由党 那十票 拔了出来 又前职务做行政会议成员 他没有办法 他才收回 今次真的保安党害怕 保安党当然跟他吵 他才退 所以我都不明白 即是不读历史的人 永远是会重蹈覆车 但那些保安党 他又真是怕市民 你看他是否 我觉得政府这次表现比林森更不堪 因为其实你见到 所谓保安党建制派议员 去到最后一刻 见到风头火势 不太调转 比压力政府 在过去半年出现了很多次 交进也是这样 财政预算也是这样 即不是第一次的时候 为何你想到今次 就算他开始答应了你 你都会见到 第一 这个方案 不会 市民没有意见 压力一定会来 现在比起上次 可能更加 之前那几次 更加接近选举 他们的敏感度 或调转枪头的可能性 其实应该更加高 为何政府的判断 这班人会跟你共同进退 没有想过他真是反转猪肚 所以我觉得 那个判断力 比起03年更加差 第二就是 你都会见到 那个选举 还有你自己明白 自己处境 现在你真是直洋政府 是吧 03年的时候董先生 不知道自己突然是直洋政府 以为还有两三年做 但今次你见到 明年3月1日 你已经受众政策 虽然7月才是任期 但有个新特首的时候 别人理你也傻 你都明白自己处境 和上次很不同 但在这样的因素之下 形势之下 你都没有意识到 那个危机 还深存僥倖的话 所以我觉得 这个政府的政治判断能力 是很有问题 他的判断能力一定有问题 但有些人的意见 就是说 这个是北京一落来的 因为北京也都很不想 再搞这些事情 有些人更加是北京最害怕的 就是你搞变相公投 搞过来港独 搞独立 他最害怕 但你看是否 其实北京很关心这些 大家都会不觉得很奇怪 是否北京一给他 大家又不想 现在彭清华又去深圳 见保衡党的时候 又说都应该咨询 所以你自己怎么看呢 如果从上年公投 中央政府的反应 很明显 这是一条刺 他觉得一定要解决问题 但我觉得 就算用一个打工的理论 你经常说要做好这份工 老闆说 这件事你搞定它 你都有一个责任 想一个好的办法去搞定它 你不是硬来搞出一个更大的祸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可能真的 我常说不知皇帝急人太监急 可能是太监古皇帝很想要这件事 梁炳芬就是这样急 不知我记得我是太监 可能他们觉得 我解决这件事的时候 对我个人的仕途有帮助也不一定 但即使如此 你都要想一条办法 真是圆圆妥善善地解决到这个问题 现在你反过来 制造一个更大的风波比起老闆的时候 你都应该被人解决的 我觉得无论如何 如果你是直接帮老闆解决问题 你解决不了 还剩一个大的祸 因为他们可能计错数 他可能觉得去年有人辞职 又说要再选又搞变相公投 有些市民是不喜欢的 我相信也有些市民不喜欢 有些市民不喜欢 但就算是市民不喜欢 不是表示他现在喜欢你这个 你说你不要搞 他可能是不要搞 浪费又成 有些市民会这样说 但不是表示你不如拿走权 个个都没得投了 没得参选 你说他是不是真是瘋 就算真是去到最 阴谋理论最极端的情况 这个方案实际上 告诉你你这样做 你搞定它的时候 我觉得你自己都应该判断 你告诉他 是不行的 硬坐不了的 因为我们始终的 决策过程是以国立法会 泛民不止一定不会接受 就算所谓保皇党 他都要想一想 其实他都没有给你票 我想就算有人大石砸死鞋 你作为一个特区政府的决策层 你应该都要告诉他 这条路一定行不通 你不如想过另一条路 究竟现在是否 所有人见到这个政府 其实就是下来的时候 明知有问题都不跟他说 你死你死了 我等下一届先再卖班 还是怎样呢 我都觉得最后责任 其实都是落回特区政府上 无论你被人压也好 你自己急于为下一届 未来自己个人着想 去给屁股也好 这一堂事都是你自己搞出来的 这个一定是 但是保皇党 其实这件事发生得很快 他是六月初才有话题 立即罕宪 就来立法会就首读以读 保皇党当时 其实有些问题问一下 但是是支持的 所以去到六月中 我们说不如你收回 他全部反对的 一定要叫他去的 是去到后来 这里真的都要给传媒 和大律师公会 尤其是他们在这 大律师公会又要三度去批评他 而传媒就越报越大 但六月初是没什么人报的 电台都没什么怎么说的 是商台讲多些 后来呢 你说传媒自己醒觉 也好什么都好 电台就朝朝说 朝朝骂了 电视呢 他就周围去访问那些人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 你明天没得投 怎行 拿走我的权 即是越报越大 令到保安党 但他们后来都是 照去吧 是去到七一 这样才行 所以政府 你说给保安党误导 也好什么都好 你会觉得 你应该有个判断力 如果他一拿出来 当时保安党说 没得谈的了 他就可能不做 拿出来 个个都说好 那你说死不死 保安党心里面 他们自己本身都看得很不顺眼 在去年五区公投 是呀 所以说是这样 当然是咬牙之事 他浪费了一亿多 有些人说了出口 但你不妨在搞搞阵 我想他们倾向上面 会拍烂受仗 应该堵塞他 但他又没有看到 你是不是符合基本法 是否有没有抵触人权 各样这些东西 他们真的不是很想去问 我问问你 现在最新的建议 好像自由党有份建议 就是说 你不要全部都不给了 我们都是想堵塞漏洞 那你就只是某些玩东西 那现在他真的回去想 他说玩东西就没得了 其他那些有补选 你有没有搞错 你说怎样搞 我想他现在都是为自己 争取时间 休息一休息 和看看形势发展 可能他还会期末 两三个月之后 可能有另一样的东西 被盖盖了 可能就可以 过得骨 情绪又低了的时候 注力去其他地方的时候 我又作其他小小修改的时候 可能又可以拼一拼 都不定 所以我想公众 不要那么容易放弃了 关注这件事 因为有时真的 他又再做些整式整水的修改 他似乎觉得 我已经有了几步 已经不是提捕机制了 现在是提捕 在你自己的队 你说我不咨询 我又咨询了 你说死人的 不行 我说死人的都给你 给你算了 你知政府最流行的 五行要求 他执了三行给你 或者奇奇怪怪执了三样 他又回应了 我又过骨 所以我想 大家在舆论上 始终不可以放松 我相信这个政府 最后都是这样玩 我相信这个暑假 大家都没什么假放 因为你们学术界也好 我相信法律界那些 他很快会出的咨询文件 大家看看 因为11月就有个选举 区议会选举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会告诉选民 有个选举 我们当然希望你去投票 我们更加会支持我们的候选人 但你也要关注 现在有人就是想立法 拿走你的投票权 这个一定会炒热的 没可能不热的 虽然他们就说你不用怕 11月6日之前一定不会表决的 我不理你表不表决的 一路实热的 那这一件事呢 是我们民主派和保皇党 一定是很清楚的分别的 因为选举呢 其实你最重要是告诉别人 有什么分别的 你又支持福建居 我又支持 你又说支持 增加医疗开支 我又支持 那些选民怎么去看 原来你多搞旅行 你又常常可以回大陆 你又可以带大学生去清华 又带他去英国劍桥 你真是行 那我们这个民主党一定没有 但是如果你说有些东西 他呢 就说要拿走你的投票权 我们就要捍卫 喂 怎会 所以这个就是 开始为何要快刀斩亂麻 就是盡快 希望7月过了他 11月应该不记得 但是我想你今次 你见到现在过不了 你都见到谭月宗出来 那时的面孔是怎样的 我想他都明白今次都要 要捍了这一局付出这个代价 但是你如果政府最后都是 当然最希望政府就是 为自己下台 说艾后咨询 几次提上来 就是最后不了了之 这个可能是最理想 但是如果他真是说 好像实施说 我一定要过的一定会再来 那其实他时间又不太多 因为一定不会在11月6日之前 那你都不可以明年9月左右 因为立法会又来 你三月都要来 他不想三月之间 你都要问他几个 他不想逼次候选人 他不想逼下一个 这个波下界特首 所以其实都是一二月之间 我认为一定是那个位 你讲了一句不了了之 因为我们在内部 民主派自己议员讨论 我直接已经开了盆口了 我说他一定不会回来 即不会回来的意思 是不会回来表决 就好像你的不了了之 这是最好的下台阶 即有些人就说 搞错 我说呢 就倒了 这个其实是惯用的 譬如我们新日量网络 做一些管治报告 你看到这个政府 其实每年立法会年度 是有个立法议程 譬如他说今年提三十条 其实有三成最后都是讲下的 最后都是没有提 所以没什么所谓 对他来说 我们有些议认 我说不是 我认为大家多吃一盏饭 因为我觉得 为何可能会 真的不了了之 因为保皇党 他未必肯帮你 因为他有代价 大佬你就说 你快乐任 他快要选举 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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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这些事存在 我认为他应该想不到 要想到就不会用一条 他到那时想不到 但你觉得会不会有呢 我希望他 如果觉得这个问题 我希望他想到 但现在似乎是比较困难 譬如有些人提过方法 不如你别这么烦 你就是说如果你是辞职的 你不可以在那一届 保选里面参与 这个似乎好似简单些 但是有些人都说 你是削弱了参选人的参选权 你不是吗 所以即使这个 好像是最简单的办法 但其实那个 都有一个侵犯了基本权 就是了 所以是很大的问题 他经常说 德国 波兰 和芬兰 老实说 波兰和德国都来过立法会 我和他的议员开会 老实说 不过人家也不会当面去批评你政府 你不会介入你的内政 不过我就解释给他听 我说政府就常说 学你们那一套的 即是你们呢 就是入名单制 谁不做呢 就在那上去 不过我们现在呢 就要无端端不做 就给输了另外一个名单 那个人在那笑 有一个总领事 我不说是哪个国家 我们有时开会去说 他说我们很有意见 即是你无端端说抄我们 其实是选择死 抄一串又不抄一串 这个其实我们 去年跟他说政改 都有一些笑话 他经常说 美国总统都不是直选 他永远都是这样 我经常都说 你给我们选行政长官 好像美国总统 我一点都没问题 我们不是选选军人 你觉得为你跟我说这些干吗 我们知道你在乱说二十四 难道你真的觉得有说服力 你还要说这些 真是很离谱 但是个问题是 有些人就会说 你德国波兰芬兰 人家全部都是直选的 大佬 就算如果真的有个机制 是不准你选的了 有人辞了职 人家全部是直选的 我们又不是那样 还有我们有我们的历史 以往都会有个补选 而有补选市民都觉得没问题 那你现在突然说 这个有问题 因为要堵塞漏洞 就要拿走了 那你又不咨询 那你香港的情况不同 他经常最喜欢说什么 实际情况 香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他讲真这件事 他想不到什么道理 所以你说 哎 你说林瑞麟 其实我们有时候 不是说要个人化 有些人就说他可能做政务司司长 不过你猜他现在这样搞 有没有什么呢 我相信中央判断不会差到的感觉 如果他真的做下届政务司司长 这个是最大的乌龙球 下届政府一开波已经上2比0 那种情况 但我觉得不要说将来 我觉得今次的责任 我自己都看文章说得很清楚 我觉得他要负上全部 第一个负责任一定是他 他一定走不掉 因为这个就是你的政策范畴 是 无论怎样都好 你是这方面的把关 如果是想出来 当然你要负责 就算不是想出来 我们在桌面看到你全力去推销 即是说你其实都没有 企定说这件事是不行的时候 你自己个人的责任是责无旁大 而文责制 我想其中一个好处也好 优点也好 就是说 如果当一个官员 已经成为整个政府的负担的时候 你可以换人去减低政府压力 即我现在已经去到这个阶段 所以有些人就说 全部人都要负责 我不反对 但是第一个要负责的始终是林水 叶楼淑怡就想跟她解释一下 就是说她打工的 你整个行会决定的 她怎样做 不过你说得对 就算是大家一起谈话好 你也有责任 其实不是很行的 这样搞法你拿走 这是你的责任 她经常说她的责任就是 就是确保《基本法》里面 限制的要求得以落实 都要发展 现在你说《基本法》 如果我们相信良好愿望 去看《基本法》 始终我们达至未来普选的 要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公民权利 特别是选举权 现在你这个方案 就是调传 拿走我们某些情况的选举权 那怎样说得通 你怎样会不会失责 不过她现在死都是 赖死不走那只 还有什么大事 现在的情况 当然政府就是 经过苏锦良的例子里面 她更加不敢走 就算孙明阳身体不好 她都不叫她走 她说很难找人的 鲁太华 很难做的 很难 所以一就说 没什么人肯和她做 现在这样的假法 不过林帅良的例子 好处就是她有库局 有库局 要退上去 顺理成章 反正这个局 在过去一段日子 我们是见不到她很大的贡献 那你苏锦良 有在这做副局长 都搞了几个月才给她退 都不是马上退 我其中一个说 我觉得林帅良的能力问题 不只是今次 我会觉得整个政府的 民望的转捏点 是2008年的副局的风暴 而她和陈德林是当时主事的官员 很简单看苏锦良的例子 其中一个就是护照的风暴 如果不是苏锦良 自己发觉不太对路 自己放弃了护照的时候 她处任几个月都有问题 都有双重问责问题 更不要说最后由她坐正 这个责任也是当时林帅伦的工作范围 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有个动议辩论 谭威豪保皇党都不问 有IPO A 我们说要林帅良不负责 在另一个场合 谭威豪建议有一个新的资讯科技局 有些人就觉得 你没有搞错 政府一搞不定 又开个新局 不就发达 这么多个局很贵 谭威豪就说笑笑口 算了 如果不开个新局 大家觉得花得多钱 不如一局换一局 林帅良那局是没用的 不如拿这个换去那局 他都会这样说 谭威豪就一棍打下去 我们都要向前看 无论哪个做行政长官 他怎样埋班 其他地方就很简单 政党政治 我政党有人才 我执政 我就是资深那些做一阵两阵 范徐丽太 叶刘淑仪 唐英年 梁振英 你猜他埋什么班 又是去公务员挖角 又是去商界 又是去大学 他们找些什么人去做 我始终觉得他们 向公务员埋手的机会都是大 未必是现職 有些可能前朝的 但年纪又不是很大 但仍是很有心 又不有力 我也不知道 始终这个权力 对很多人很吸引 而我想普遍市民 仍然觉得做过公务员 好像可靠一些 即他又试过管治 又有行政能力 所以我怀疑 无论向现职 或者一些旧电池 他都是主要埋手的对象 但无论如何 我都希望下一届埋班的时候 他都要考虑这班人的政治能力 即我始终觉得今届 就是问责制推行出来的其中一个失败原因 特别是副局长的一层 真的没有考虑 他可能考虑了很多 这班人的个人的专业能力 或者业界里面的能力 但这班人究竟没有政治历练的经验呢 我觉得是没有的 这班人出现 其实提高不了政府的游说 与联系工作 即如果再是这样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败笔 你说如果去找一些公务员 旧电池那些 那他们真的没有什么政治能力 即你勉强可以说 你在行政机关做过事 你可能就行政方面有些经验 但都不是那个位 你那时候以前住 做厨局或者什么 突然间叫你做局长 你去管 那怎么搞呢 即是很大件事 我亦都希望他用多些 有政党背景的人 坦白说 还有有选举经验 那些就不是公务员 那些不是 你觉得他们够胆吗 中生亦都会想见吗 相对多些 因为第一 其实人才都难求 这些政党究竟有多少个人物 他站出来是 大家觉得都行 其实又不是真的那么多 我相信泛民自己本身不接受 剩下的建制派保皇党 其实个人亦都不是那么多 所以个人数也都不会很多 但我觉得始终觉得 你没有参与过选举这个游戏 没有政党背景 没有人物网络的时候 你很难跳出原有的想法去思考问题 也都满足不了现在的政治生态改变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对公务员本身能力 不是很大的怀疑 但我觉得如果你的问责制 其实全部把AO变成文责官员的时候 没有意思 因为这群人本身都在制度里面 他都是在帮政府想办法 在不同的纲位上 他不会因为现在坐上去 那个腦袋突然间完全转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你没有为政府带来一个新的思维 也都没有为政府带来一个政治的网络 这个也是他最初说 搞文责制的原因 可能董建华也都不是很喜欢公务员 他觉得公务员阻止他 他说要搞这些了 可以拿外面的人带进来 然后你又回到公务员里 慢慢找人 你怎样可以告诉市民 你自己原意那样东西 是真的做得到呢 所以这个政府真的很烦 这个因为也是曾蔭权自己的出身问题 他说你找我一个特首 北京找我一个特首 即是说其实AO可靠一点 我当然找回自己的兄弟 我的兄弟又跟我同声同气 又马首次之 或者我的马房之类之类的时候 他因利成变 他就一定会这样做 但下一届 无论谁都好像 他一定不会是曾蔭权那种的出身 就算是司长也好 他都做了不是真的很长时间的政府的职务 他都不是AO出身 期望他们可能会有些不同的组班的方针 我希望 你觉得他是不会找公务员去做的 即好像曾蔭权那样资深的公务员 因为现在那几个都不是 但有些人就说 喂可能还有些更小的 为什么会有些更小的呢 就是因为其实可能 现在对那几个都不是那么满意 如果有些大家都觉得很满意 他又满意 即个个都满意 或者北京满意 可能就未必有现在这样跑来跑去的 那是否还有可能 即是这几个选来选来都选不到 还会不会有 其实有的那些都出来了 北京的想法永远都是估计 但我又觉得可能性是不太高 因为第一始终是董先生 就是双人治港的方式 尝试想 双权是一个矫正 我尝试用公务员 公务员好像权威性有高些 试试这道理 但北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发觉其实都不行 你找公务员是否真的救到 似乎都是弄到弄掉了 还有公务员的权威性 跟97那一刻是很不同的 97的时候 你有董一定要配陈 因为大家觉得公务员 是稳定民心的意见 但去到明年经过15年的时候 经过这些年串政府 这十多年的失误的时候 其实大家对AO的神话 都开始有少少破万灭的时候 这一条招式究竟还有没有市场 在中央上 我觉得已经打了折扣 第二当然就是政治忠诚的问题 因为始终 无论哪个公务员都好 你觉得中央信不信公务员 比起现在桌面那三个 中央和他那个了解程度 接触程度 认知程度 我认为是差了 无论哪个公务员都好 他会觉得公务员会签起来 有可能那些 但他会觉得这个不是我系统 一直认识很久的人 我认为他始终 我们理解的中央政府 他的政治忠诚和可操控性 是一个很大的效率 可操控性一定是 现在跑出来的那几个 就一定可操控 我想他的信任 觉得这几个人都不会 飞踝起去哪 那时候为何觉得曾任权可操控 那是突而其来的 作出来的选择 大家没想过 突然间那麽多人上街 群情那麽洶湧 我想去到那一刻 他有一点 一定要找一个人去顶住 而在那一刻很顺理成章 就是二号人物上去 如果是陈安生 可能就明白 我们今天多谢叶健文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